想到大阪玩 但是逛逆了市区行程吗 在这个有香喷喷的神户牛 以及古色古香充满历史文化的地区 这次最旅速就来帮大家安排 大阪近郊神户记录三天两夜的行程懒人包 想来一场关西的深度旅游 跟着我们的行程走就对啦 我们就近在四桥站旁使用丰田租车 详细租车资讯可以回顾看我们之前的介绍影片 这次的整个手续都超快的 感觉他们已经准备好 就是有外国人会来租车这件事情 可能不到十分钟就完成整个手续 那我们现在就上车出发吧 现在在连蓝牙 小好音乐换好档准备出发 现在大阪市真的是多很多摩托车 开起来就要小心一点 哎呦 出声音 我的椅子 现在抵达神户动物王国 听说那里有人在骑骆驼 你看这个动物王国就是以可以跟动物互动为名的 所以呢我们就来跟动物互动看看 神户动物王国是位在港湾运购岛上的来座动物园区 若不想排队购买门票 记得可以事先到官网 透过台湾旅游APP订购 好 走吧 走吧 你进去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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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内有多达100多种动物 占地有3.5个足球场这么大 所以很适合安排一天当作主要行程慢慢逛 而且漆程大多是在室内的环境 即使下雨也不用担心 我觉得这边的动物好厉害 它们全部都在玻璃窗前尽情展示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真的动物吗 还是里面是公堵森 王国内重现了动物们栖息环境与生态 多数的生态区中间没有隔着栏杆或玻璃 都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动物们 竖然真的都不动耶 吓我一下 你过去看 超大的 好可爱 你看 它超想出去了 门一开它就往那边爬 好可怜喔 它可能爬了一年它爬到那儿的 除此之外 还可以零距离地喂食 这感觉好酷 好像这样子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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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 很值得 依照动物们的生活环境 划分了14个区域 像是可爱动物区 热带森林区 哈囉 哈囉 非洲石地区 水之谷等等 另外还有各种餐厅 逛到肚子饿了 也不必担心没东西吃 那我们大概逛了两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 然后我觉得目前是逛了整个圆区的三分之二 然后我觉得这个排个大概半天 或者是你要悠闲一点 排个一整天的行程 我觉得都还蛮OK的 而且它吃饭环境好像整个都很沉浸式 就还是很动物园的感觉 我觉得好酷喔 吃饱后 继续出发下一个行程吧 明治时代神户开港后 许多外国人纷纷来到此地定居 所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一人馆 我来到这里 很棒 好 最后来到这里 好的 谢谢 这个套票是2200 然后可以去最上面那个 1500日币的馆之外 还可以同时免费进去这三个 这样 总共四馆 一百多年后 这些房子保留了下来 二十几栋的西式洋房 每栋都各有独特的风格 很奇怪吗 你也像侦探了吧 只是包包在这种怪 把它放到后面去 斑斑的氛围 仔细观察 指纹 英国馆是英式典型的殖民建筑风格 室内展示出巴洛克时代 与维多利亚时代 格调的家具与器物 它外面其实花园蛮漂亮的 在一楼外 有一座英式花园庭院 让人很想在这里悠闲的来一份下午茶 我家里有这样一个空间很舒服 以前外国人真懂得享受 我们去楼上看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边 二楼布置成福尔摩斯的房间 各种侦探用的古物收藏在此 充满神秘气氛 路的头好大喔 应该是整个标本 好有钱喔 那么大罐于香槟 走在街区上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一国风情 这里有间星巴克 是设立在1907年建造的美式建筑里 就连内部装潢 还保留着当时的风格 二楼的位置也很漂亮 但是我们想说坐在户外吹风 喝咖啡的感觉 走吧 这间星巴克就是 我觉得它除了就是外表啊 然后还有内部装潢 非常可爱之外 它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logo是黑色底的 但其他星巴克它都是绿色底 做黑色底的原因 就是为了融入当地的氛围 跟这个建筑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用心的小巧思 所以大家路过这一间 我觉得真的要记得来拍照打卡 充满异国情调的街道 让人流连忘返 趁着天色即将变化之际 我们来去一览神户的日夜美景 感觉蛮像的耶 真的喔 就怎么可能会有个人 一直要拍着一个人那么久 都不会你一直拍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摩椰山的 山脚下揽车搭成地方啦 那我们就搭揽车上山吧 OK OK 搭上揽车 一路欣赏随着海拔升高的美景 等一下要抵达的摩椰山山顶 可是日本三大夜景之一喔 要到站了 我们到了一个彩虹车站以后 要马上换下一台缆车 上到最高点 我们要搭下一段缆车 这边 终于到达摩椰山顶啦 趁着入夜之际抵达 可以一次把白天到晚上的夜景变化 盡收眼底 看到这一片就是神户港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神户 甚至天气好可以看到大阪的夜景 可惜今天阴天有点下雨 那我们就等录夜来看看是什么样子 会被入选日本三大夜景吧 山顶还有景观咖啡厅 随着天色渐暗 五彩斑斓的城市夜景渐渐浮现 我觉得晚上然后山上变超冷的 好 需要搭末班车下面啦 乙乙不舍地告别了这里的夜景 搭上最后一班缆车 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389 这里啦 耶 我等一下就是顺便推荐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旅游 或者是你常常出国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我们先进来放东西 那我现在呢就要来推荐大家 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 网路工具Surfshark VPN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干爹Surfshark 赞助我们这一次的合作 就是在台湾准备行程的时候 其实很多网站如果你不是日本的VPN 其实他网页是没有办法正常显示的 用VPN的时候啊 我可以就是自由自在地切换 台湾或是日本的网路 想看哪一个都可以自由切 因为我一直总是要连公共WiFi 因为你可能会需要下载一些PDF 党旅游网站的资料 那用VPN就是让我觉得个人资料 是比较安全的 Surfshark的服务里面 他们会有一个叫做 CleanWeb的东西 帮你挡掉一些广告啊 跟踪器啊 或者是恶意软体啊 钓鱼网站这些 就是可以很降低我电脑中毒的风险 Surfshark VPN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他就是可以不受区域限制的去看YouTube 或者去看Netflix 因为我有一些观光单位的影片 他其实一样是会需要日本区域才能去观看的 那如果你用VPN的话 等于说你就可以在当地 或者是在台湾收集资讯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当地的YouTuber 或者是当地的政府提供的美食 或者是景点推荐 出来玩一次你可能会带电脑 可能会带iPad 可能还会带手机 那只要你有一个Surfshark的帐号 你在所有装置上面都可以毫无限制的使用 我非常建议像我这样 你懒得去研究防毒软体 你懒得去研究电脑里面 很麻烦的保密啊 或者是什么工具的时候 直接用Surfshark One的套餐 他就是全部包含 这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在内 那我觉得Surfshark 他也提供一个很棒的服务 就是三天的五条件退款 你就根本不需要担心 就是说这个服务会不会不适合你 或是这个产品会不会不适合你 那现在就是点击下方的优惠连结 然后或者是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Merry Journey字卡在这边 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获得1.7折扣 我觉得真的非常优惠 换算下来一个月大概60块台币左右 现在订购两年的方案 他还会就是再加送你三个月 这么划算 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再犹豫了好不好 就是赶快去点下方的说明栏 乱指一头 赶快去点下方的说明栏 赶快去享受这个专属优惠吧 第二天的行程 让我们从美食开始吧 那现在这个十字路口呢 就是神户算是最中心的地铁站之一 就是三宫站 那这个地铁站呢 算是围绕着山田神社发展出来的一个商业区 后面又有商店街 然后旁边到处都是可以逛可以吃可以买的地方 我们昨天拿到一本那个神户观光介绍地图 然后里面呢就有推荐了这一间 号称是CP值很高的神户牛牛排 然后我仔细一查 发现五间套餐真的比较便宜 那就吃吃看这间是不是如传闻中的CP值那么高 是不是也值得来一吃这样 它锁起来了啦 它门锁起来了 基州屋位于市中心的一条小巷中 是在神户当地颇有名气的餐厅 菜单上详细地提供了许多可以选择的部位 如果不了解 老板还会热心地向你介绍 老板直接把他这些肉块摆成一只神户牛牛 光是这个服务我就觉得非常的OK 你可以亲眼看到哪一块是你比较喜欢的油花 然后肉跟油的比例 你都可以自己选择 这点我觉得非常棒 这个是兵户线的标志花这样 然后它就是只要是合格的肉 才会盖这个章 老板刚刚说神户牛 它是从蛋马牛里面分类出来的 只有A4 A5以上 它才能被归类为神户牛 就是最高等级的牛肉这样 他说除了这个A5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BMS的标准 要到6分以上 它才能被归类为就是神户牛 所以等于是标准非常的高 那老板就是有先把这两盘肉拿上来给我们看 然后顺便附上了这个 就是神户牛肉的证书 这个的话其实它是说平常是要预约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提上肩胛 筋木側起来 我觉得确实是这两个需要预约的肉 质感跟整个花色啊油花 是看起来是更漂亮的 活靠神户牛的香气飘满整间店 新鲜牛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 从粉红色切面散开的浓郁牛香味 老板是没有让我们选熟度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掌握的熟度好像非常的刚好 然后我自己个人平常都是吃3分到5分这样 他们这间店是把外面烤的比较偏焦脆硬这样 但是里面的肉却完全保有就是牛肉本身的香还有嫩 然后吃进去的话是整个油花都会在你嘴巴里散开那种感觉 这个我觉得完全适合那种不敢吃生的你知道吗 它的油花太多了 这算是熟度比较高 它吃进去也是嫩然后油 不是那种很难咬的熟牛肉的味道 这个牛肉咖喱也是蛮值得一吃的耶 就是外面可能吃不到这么牛肉的牛肉咖喱你知道吗 想要体验神户牛的美味 很推荐来这间冀州屋品尝一番 今天就是一整个很爽的行程啦 神户牛饱餐一顿后 接着我们就要去油马温泉乡泡温泉咯 拥有1300年历史的油马温泉街 这里最著名的就是金之汤与银之汤 除了享受温泉外 也可以在古老的温泉小镇里走走逛逛 买点土产 其实蛮好吃耶 真的有气泡在里面的口感其实 很难形容但是真的有 你看 应该是这边在泉源附近吧 走上长长阶梯后就可以看到温泉寺 这里是温泉街的中心 在附近也有着三大泉源可以踩点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泉源可以上去看 走 快看 逛完了油马温泉街 先来到饭店check in 准备体验当地有名的金之汤吧 滨味向阳阁 位于油马温泉街的山上 是一家创业有700年历史的老字号旅馆 经过多次翻新 保留了日式传统风格 但又有舒适的空间感受 这可能是我们近期住最贵的 一进到饭店 会贴心地奉上热茶招待 这里也有贩售着当地的名产与纪念品 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合适的房型 在房内还有着赏心悦目的景观 然后这间饭店就是叫做冰味向阳阁 它没有在非常温泉街区的地方 稍微偏一点点 如果你会一点日文 也可以考虑跟我们一样 在日本的网页上面预定这边的饭店 住一晚我觉得也是不错 那我们现在要先来去泡温泉 走吧 换好浴衣 接着来体验这里的温泉吧 我们这次泡的是私人汤屋 昭露 汤屋里也有准备各种盖洗杯品 金汁汤泉水 富含丰富的矿物质 因铁氛氧化所以呈现红褐色 沙菌作用强 保湿性能高 因此被认为具有美积功能 泡着它欣赏着自己独享的美景 就在旅行中洗去生活中的一切疲惫吧 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去体验了 它有一个可以租界的私人汤屋 然后让你可以在里面这个空间尽情享用 就是油麻温泉金汁汤的温泉 这边的话它整个设施啊就是非常的多元 然后丰富 然后它的管也非常大 Lobby都可以有免费使用的饮料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房间内它是有附 可以互动式的iPad 在房间内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三个大浴场 早餐Buffet的餐厅人多不多 我觉得这个很贴心耶 就你在出门前你就可以挑人少一点过去 就可以更自在地享受这样 还有它也是可以看到三个大浴场的照片 虽然是一个感觉历史非常久的温泉饭店 可是也有放这种比较就是先进 然后让客人可以享受得更舒服的设施 一夜好眠后起床来享受饭店美味的早餐吗 早餐是自住室 有日式早餐像是热腾腾的白粥 还有各种日式配菜 也有西式早餐可以选择 饮品Bar也是相当齐全 吃饱后今天我们要往名食室出发 第一站就是名食海峡大桥 走 明食海峡大桥 我们现在是在五指公园 就是跳舞的舞 然后这边的话是观赏 就是明食海峡大桥景观最棒的一个地方 然后非常的壮观 它是世界上好像第二还是最大不确定 除了在海堤走走 还可以购买门票到展望台上 它在就是桥的中心点的后半部分 有一栋建筑 有一个八楼高的展望台 就可以上来这边 然后看整片一望无际的海景 那这边的话除了就是可以参观以外呢 那边还有座位可以看海的休息区 除了这边可以看整片海景外 后面还有一个是脚底式玻璃的通道 其实有点毛毛的 怎样 你看看 怎样 你知道吗 它是跪身好不好 尤其从一个很高的地方 俯瞰一个蛮波涛汹涌的海面 是真的蛮壮观的 有的人应该会腿软我觉得 走在桥上 脚下就是海洋中央 近距离地感受 这座大桥壮丽气势之美 沿着明石快海大桥 开车约15分钟 进入到海鲜渔获丰富的明石市啦 宇知同商店街 是当地居民购物和饮食的热门地点 来看看这里能找到什么好吃的吧 来明石市就是要吃明石烧啊 但其实我们是没有先想说要吃哪一家 我们这间好像很多当地人在排 我就忍不住跟着排了 进到店内就闻到一阵阵烧烤蛋香 外形像是章鱼烧的明石烧 是代表明石当地的特色小吃 里面可以选要穴子 还是要taco章鱼 那我们点mix好了 圆滚滚的明石烧 打开就看见滑顺的蛋液 包裹着章鱼与穴子 小小一个刚好一口一颗 泡进糕当中享用也是经典吃法 我觉得好好吃喔 而且它加这个很热的糕汤 我觉得很适合在冬天吃耶 里面很像蒸蛋的口感 然后吃进去非常清爽 完全是会让人一颗接着一颗的那一种好吃 来到这里除了必肠明石烧 在鱼之棚商店街 怎么能错过美味的在地海鲜呢 这间传统的日式料理店 是以明石市的三大海鲜 鱛鱼、章鱼、穴子为主 开放式料理台 能看见师傅们料理的过程 精盈剔透的鱼片 经过师傅巧妙的刀工 入口相当滑顺 还能尝到淡淡的甜味 搭配茶泡饭 让鱼的口感增添层次 章鱼丼饭 可以同时吃到弹牙的章鱼 以及海鲜渗入米饭的鲜甜 我们还点了新麦生鱼片 一定要足够新鲜的新麦 才能有这样清新的香气 超级有嚼劲的耶 几乎没有吃到过这种 生鱼面的口感 我觉得很特别 应该要点 最后点了章鱼饺 可以搭配特条酱汁一起品尝 肉质很扎实 然后吃起来超级有嚼劲 就让你觉得好有那个鲜鲜鲜的口感的那种好吃 嗯 我觉得 这边的生鱼片好像跟其他地区吃到的 口感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耶 我本来还想说 日本的鱼料理其实应该都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这边在地的海鲜肉质 真的是 我觉得跟其他地区是有差别的 嗯 好吃 那这边呢就是民食市最热闹的商店街 这边的话我自己的行程规划是把它安排在 就是从神户到鸡鹿之间的一个顺油景点 然后可以吃吃这边的海鲜料理 接下来往鸡鹿城去出发吧 走吧 品尝完美味的民食在地料理后 接着前往旅途的最后一站吧 鸡鹿城可是日本国宝级的建筑 被誉为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在这里很适合悠闲的散步 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三天两夜最后一站鸡鹿城的 其实鸡鹿城我觉得它真的是 所有日本古城里面真的是算蛮漂亮的一个 我觉得如果你有到这个地区的话 鸡鹿城算是一个一定要来的景点 有计划又到关西地区旅行的话 大阪你就已经去腻了 然后京都那两年也去过了 实在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觉得神户道基路的这一段的行程 我也是个人非常推荐 好 那这个行程就请大家收藏起来 下次一起去关西地区实践它吧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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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没多唱歌了 现在要去加油 芒丹 就怎么用 就怎么开 就这样开吗 对 对 要洗火了吗 还没 我人生第一次加油 我好聪明喔 他说车丢在这儿就好了 他说车丢在这儿就好了 诶 谢谢 可以吗 可以 那还车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准备 他就是帮我们结算ETC的费用 然后拿这张收据就可以了 其实还车很简单 就是把车开回来 然后他就帮你们处理好一切了 好 那我们就结束了 要回台湾啦 走吧 这次的影片感谢Surfshark VPN的赞助 三天两夜的关西近郊旅行 我们体验了当地的历史人文 独特的风景 还有满满的美食 是来到大阪玩的另一种路线选择哦 我们之后也会推出东京的近郊行程懒人包 喜欢旅游但是懒得规划行程的你 赶快订阅最旅速就对啦